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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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為什麼來剪輯我的YouTube 主要我都是用現在這台iPhone XS Max 還有我手上的這台 16吋的MacBook Pro ETB來做剪輯 同時也有用Google File Stream 就是Google Drive把我的檔案素材都存放到原端 現在遇到的問題是說 ETB的電腦原本很夠用 實際上我用下來發現 Google就存在我電腦上面的素材 占了大概四五百G 還有其他我的程式code 總共加起來大概用了我700G到800G的容量 只剩下100多G 可以來使用 再來Final Cut Pro 在一個10分鐘4K 30幀的影片的狀況下 它會把檔案轉成ProRes 422 這個時候原本可能只有十幾G的4K檔案 就會爆炸30幾倍 變成300多G的Final Cut的檔案 剩下200G的容量的情況下 還要處理300多G的檔案 這樣子點擊影片是非常提心吊膽 而且對SSD是非常不好的 電腦是完全容量不夠的 所以這時候我就決定要來升級我的SSD 因為MacBook本身是無法再打開換SSD的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要來外接 來處理這些問題 今天我們要來開箱的是 WD Black SN750的SSD 1TB的版本 有人會問說為什麼不要用SN550呢 藍標的SN550 速度只有2400 卸1700 這一顆有到3500和3000的速度 希望說它可以跑快一點 Thunderbolt的外接盒 通常的速度上限大概是2400和2500之間 為什麼還是要用黑標的WD Black呢 原因是因為這個SSD上面多了RAM 我希望因為它多了RAM 也可以讓SSD的寫入比較不會容易壞掉 這樣子就比SN550直接寫到顆粒上面 在Final Cut檔這樣子在寫 重錄在寫的時候讓顆粒比較容易壞掉 我們就來開箱吧 先吃更多的 你也要大不了 我們在你們的手上 eministerino 給你吃起來 我們可以吃的 本身要らん 餅 你也要喝就好 你也要喝到 又用了 你喝了 焦水 你也要喝 你喝 prop 尽量的油 大面粉 用咖啡 切成骨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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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放入冰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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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